9月9日2017明星巴沙慈然叶在北京如期举行 各路明星纷纷到场 当晚都是娱乐圈当红的大腕大咖 星光闪耀 当然有女星的地方就避免不了比较 当然最尴尬的是莫过于撞衫 这次妮妮和李小璐穿了相似款式的礼服 这就很尴尬了 让我们来看看吧 李小璐和贾乃亮同时出席活动 这对小夫妻看上去很是幸福 贾乃亮一身比对的西装十分的帅气 李小璐的这身礼服也毫不示弱 上面花纹部分显得非常的精美 裙下摆虽然脱地 但是整体的感觉就是非常的完美 瞧着满脸的幸福笑容 由内而外散发着自信和优雅 两人在一起 这样的搭配真是让人羡慕嫉妒恨 妮妮这裙子一字间的设计 露出漂亮的颈尖部非常的优美 金色刺绣十分精美 下半身的裙摆也非常的仙气 和景博然站在一起 满屏都是甜 但妮妮一旦不笑的时候 这个发脸却是有点显老 脸也有点垮 李小璐和妮妮两人疼况 一对比差距就出来了 35岁的李小璐 少女感满满 而和她相差6岁 现年29岁的妮妮 却被网友嘲讽得像个大妈 1月13日李小璐携手张大大亮相一年级毕业季说官片 当晚她身着水蓝色长裙 搭配白衬衫少女感失足 活动中李小璐与老戏骨蓝天也合影 她开心思迷美 李小璐看着身边的蓝野老师一脸笑意 聊得十分开心 贾乃亮已经成为了唱跳歌手 而李小璐也不示弱 将在一年级毕业季展示她的电视舞蹈首相 夫妻俩把会玩观彻进行到底 今日李小璐更新IG晒出了玉祖堂